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们来看关于相似型的应用题 图中ABCD是平行四边形 若线段EF长度为4,线段FG长度为5 我们要求线段B1的长度 首先,由AA相似性质,我们可以知道三角形AEF 会全等于三角形CB 我们来检查一下AA相似的条件 我们知道ABCD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对边会相互平行 我们知道平行之后内错角会相等 因此呢,三角形AEF跟三角形CB 有两个角会相等 所以呢,他们是AA相似 相似之后对应边乘比例 我们就会得到AE比上EC会等于EF比上B 我们称为第一次 相同的道理 由AA相似性质呢,我们可以得到三角形AEB会相似于三角形CG 对应边乘比例会得到AE比上EC会等于B1比上EG 我们观察第一次跟第二次 我们会发现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等号的左边呢 是相等的,都是AE比上EC,因此呢,等号的右边也会相等 于是我们就会得到EF比上B1会等于B1比上EG 由内向乘内向会等于外向乘外向 就会得到B1的平方会等于EF乘EG 我们将EF跟EG的长度带入是4乘9会等于36 B1的平方等于36 就会得到B1的长度是6